那我们没有领悟说出来的话 都是实语生命的 见性之人 言下息见 我们见性 见到真心佛性 就在源于底下 就是当下 当下都能够见到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见到我们佛性 他没有三心 就是没有过去心 没有未来心 没有现在心 过去了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要去追 未来还没到 现在不住 我们说现在又过去两秒了 现在又过去两秒了 不住了 所以我们三心没有 三心没有就没有事项 没有三心事项 我们当下整个佛性都呈现 我们真心佛性都呈现 因为没有三心 不被三世所射受 过去世射受我们不到 未来世射受我们不到 现在世也射受我们不到 三世都不射 我们佛性就圆满 这样了解吗 假如说我们的心有过去心 有未来心 有现在心 那三世都射受 我们要进入六道人回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在入场生活的时候 就不要有三心 所以最好就是万年放下 一年都不生 那没有了 没有三心 没有三心没有四项 没有三心四项 整个圆满的佛性都呈现 所以刚才佛学看那个歌 真的他就讲说 圆满的自我 那整个就是 圆满的自我 领受一切都是圆满的自我 没有受那个虚幻不实在的下 已经在里面就有真理 所以我们研究了以后 对那个真理的世界会更透彻